亚洲足协杯外围赛东亚区富家赛 上星期在澳门运动场完成比赛 本地球队蒙地卡罗 相隔20年再次出战亚洲赛事 没错 富家赛对手是台中未来队 蒙地卡罗历战之下 最终输1比2 无缘晋级少做赛 亚洲足协杯外围赛东亚区富家赛 是一战定生死 相关甲组联赛冠军的澳科周北纪 直接晋身少组赛 而亚军王三的蒙地卡罗 就需要从富家赛 争断亚歇杯少组赛之下 对手是台企甲组联赛亚军的台中未来 台中未来队是以日本爱援为主 为了今场比赛 更引入曾经效力大阪飞脚后卫 奸超进灾 开赛7分钟 把握蒙地卡罗一次不集中 梁晚恩单独入到蒙地卡罗的心臟地带 立即一网 见到陈敏都追到尽 但未能阻止入网 梁晚恩为台中未来掀开记录 领先1比0 李志仲华台北球队虽然作客一方 但球队也很快适应 上场频频做出具威胁的攻势 商隔只9分钟 再次撕破蒙地卡罗的防线 曾征战日绩联高三分 后赛惊失一网 台中未来领先到两球 这次比赛 亦是蒙地卡罗相隔20年 再次征战亚洲赛事 随着亚洲足协今季公布新爱援规则下 蒙地卡罗今次都有引入不少爱援 希望能够争取到小组赛支架 一共新增了三名爱援保强 包括韩籍中场巴西远 巴西远曾经在二甲的 乌迪尼斯青年军后力国家 另外还有后卫安世希 以及拥有袍籍的巴西前锋皮里斯 早早落后两球的蒙地卡罗 都有及时调整真容 搬任爱援皮里斯 这位巴西前锋都发挥作用 这一球招位起脚 颠过不到日本门将重整谦理 半场落后0比2 蒙地卡罗除了引任爱援之外 都有向其他本地球队挪置多名球员 包括陈敏、张天朗 以及门将冯志恒 澳门球队最近一次主场出战 亚洲球会级别的赛事已是2018年 所以这次赛事也吸引很多球迷入场支持 继续提化这场比赛 蒙地卡罗在下半场不单加大进攻力度 亦由防守造起 傲晚为台中未来交出助攻的许恒斌 起脚被门将救赌 直到在原场前13分钟 蒙地卡罗凭着进攻核心迹讯 接应传送投出拖门 为主队追到落去一球 在静底时间 蒙地卡罗都有攀平机会 一次各球的攻势又是皮利斯 透脆但被门将挡到 蒙地卡罗力玩狂眼之下 始终未能留专拜局 最终输一比二 未能拿到分组赛资格 蒙地卡罗教练谭优生表示 虽然输帮 但感谢全队的努力 坚持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 当你犯错人家把握好 你很早段失踪两个球 是困难的 不过我见到球员 它是很放弃 而且在里面都是不断尝试 最后能够去追上一球 我觉得这个也是存在的努力 在整个球员里面 虽然是落下 但是坚持到最后一刻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拼搏 和调略精神 在整体的执行战争里面 我觉得下半场 我们基本上都控制了比赛 但是有时候比赛就是 你创入了机会 你把握到一部分 另外对方的努力表现也非常好 其实在整场比赛来说 我觉得你看到一方面 我们失踪了一个塔比赛 我们失踪了一个次人 我们失踪了两一次 50分钟 我们失踪了两次 他们失踪了两次 大家失踪了两次 这是非常的疲务 这是太难了 但是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在第二个球 我们失踪了一个弃 然后继续做一个更好 我们没失踪的 成续 所以我认为他赢了我的组织 因为我们在最终竞争 但我们会赢了 台中的未来 对市还未曾在亚洲级别的赛事赢球价 这次能够胜昌 代教练平林顺表示感到非常开心 未来也会继续针对不同的对手 去作分析部署以及战畜考量 改善球队不好的地方 将豪格延续下去 うちの選手たちが最後まで一生懸命やって 财地を掴み取れたことはすごくうれしく思っています 試合の展開にもよ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が うちがリードし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 相手は攻撃をもうちょっと強くしたいというところで そういう試合の展開もあったので ああいう試合のように後半はなったんですが 雖然我感受到壓力 但我們也能夠穩固地守住 所以我覺得這隊伍是很棒的 首先我們比賽這場球賽 我覺得是蠻辛苦的 也謝謝我的隊友 然後為了這個比賽 我們一起努力了很久 我們很少有這種高強度的比賽 我們能夠把握 所以我們會一起努力 在完成附加賽後 亞洲足協都隨即在吉隆坡 舉行抽籤儀式 今繼亞協盃有36支參賽球隊 共分成9個小組 西亞區及東南亞區各有3組 中亞、南亞及東亞區各一組 澳門甲組聯賽冠軍球隊 奧科周北忌被編入東亞區小組 即是I組 同組有兩支來自台灣的隊伍 包括應屆甲組聯賽冠軍 藍史台江 以及在附加賽淘汰 蒙地卡羅晉級的台中未來 另外還有一支蒙古球隊 烏蘭巴托FC 分組賽將會在9月中場展開 東亞區小組手名 才可以晉身下一個階段 另一次亦是澳科周北忌 對市首次出戰亞協盃 參與 上市路 中指市場